HELLO 大家好 我是Kevin 先前刀王特輯已經帶大家看到那些最出名的刀客 這次 EP2 我們直接選定主題 帶大家回顧那些 手持比人還高的長刀 演樂刀的超強刀神 究竟是如何撼動武林 除了刀以外 他們還有什麼 令人特別印象深刻的刀法造詣呢 接下來進入正片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推出與布袋系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們的製作的話 現在可以加入會員一起成為牛頭大軍 加入後你可以與其他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未來影片走向 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以及會員私密的Podcast 蓋文瞎聊 現在歡迎各位道友 加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喔 首先這段 我們先以專武來介紹 異度魔界第一殿的魔軍之刀 研磨荒神斬 在十日魔軍征戰勝率時 因戀而眉的襲擊 導致魔星 魔刀 失落苦境 而魔刀被與魔軍命格發自相同的 東方鼎立所得 稱號 不弱狂羊的東方鼎立 在魔刀失去寶石 神荒形態變化之時 將魔刀改名 常日狂羊 碎黃神斬 在東方鼎立所使用時 乃為擴身平直的方頭大刀 刀身的缺口 就為前面所說的寶石位置 刀鞘與刀身 能組合成為斬馬長刀 帶有無限的戳熱炎氣 而在不弱狂羊的傳說中 曾因散殺北極天宗 赫言枯酥 導致北極天朝瓦解 在東方鼎立 於劇情中 正式登場時 便焚殺名家三百口 奪取名家劍法 並誘使名家遺孤 敗夜小差為時 為時計劃順利 東方鼎立創造與夜小差 當年相似經歷 只有名戰敗師 並殺其師 直至名戰前往流離仙境 才讓整個計劃得以進行 說到這邊 當時看劇以為東方鼎立 只是喜歡挑戰強者 但實際上 他懷有深沉心機 甚至可以說是 帶點小人的心思 要打敗敵人 取得武學關竅 什麼手段都做得出來 前前東方鼎立 觀察令狐神意許久 也一次進 使令狐神意被情殺所傷後 東方鼎立坐收漁翁之力 甚至已將之殺害 而夜小差也是 他利用名戰敗師 並揚裝一場 復仇生死戰 只為奪取名家劍法最後儀式 透析夜小差武學 補圈狂照無銀之招 以名戰首級 亂其心智 打敗夜小差 好 今晚再今晚 夾手提 挪伯秋水 痛飄迴旋 使得 兵溪飼料奔馳 挪伯 將不今晚挪回 黃金祖新夢 黃金祖新夢 東方鼎立 等到載舟 這如營地無法 精神酒 起訴現碗公安 涵無重 脚平前這如 東方鼎立 既視是 雷虹道路 一腳一色 在時應變 在武學上面 東方鼎力其實不弱 但是他的心機真的偏重 所以在劇情上 捉摸的都好像他是為了取勝 而不擇手段 到了後面攻打北城皇朝 已經傷疲再生的北城印 贏下東方鼎力的挑戰 這裡完全都沒有錯 只是大家對於君子之爭的定義 應該都跟我想的一樣吧 正要君子之爭 就等狀態都一致 再來說不願趁人之危吧 最終北城印即便戰績操作 仍然不敵恨無悔洋之招 在日後 東方鼎力對上奧少皇城之時 僥倖逃命的北城元皇 以蒼龍攻暗算東方鼎力 並將之射殺推入斷崖 就在冰死之時 東方鼎力被古皇所救 也被其以屍骨操控 對上未替令無神意 尋仇而來的天險刀藏 東方鼎力以不死之聲 反敗敵手 進而逼殺至許炎天 對上城前再出的夜小差 心境的不同 東方鼎力也與此意 正式敗於夜小差 在這之後 東方鼎力便成為 受屍骨操控的可憐人 配合搶奪聖域魔星 兩度對上羽人飛鏡 最終在羽人飛鏡 變幻莫測的六翼刀法 擊敗狂兆無垠 取出東方鼎力屍骨 東方鼎力才發現 大難不死的代價 原來是成為他人傀儡 心有不甘下 毀屍骨了結自己的一生 哈哈哈 除風之國東方鼎力 一臟修教 引入不夠地 一生吹 同意選擇了正確的最好 歸性 一代毒凶的報告 为此时长日黄阳回归异度魔界 就在魔星回归后 魔君将神荒牵回长日黄阳 而首要便是要当年圣玉付出代价 其实在之前很多影片 也不缓把真的出现不少次 对于他的霸气与实力 我想就算没有佛门必败曲天子传奇加持 圣玉在当时一定会被魔君攻破 进而引出背后的万圣岩 不过既然讲到魔君这个最强霸刀 我们今天就不琢磨之前讲过的心机智谋 这次的刀神特辑 就让大家好好见识 异度魔君到底有多强 其实异度魔君最强的招式 可能大家都会记得的是荒神霸道凶神斩 但剧情中其实最常出现的是凶艳回忆 表面霸道引起的一刀 是暗藏防不胜防的迅雷第二刀 巫绍艾 伯寒坡 令和眉 皆曾亏于此招 就在刀己看魔之事圣骁成上 魔君也会杜绝后患 亲自对上圣骑只有人 燕归人 生力心恨 燕魔狭狗 这是神魔之火 燕归人谁信用过程 无奈祖红魔改风行 红雅其胸 这是灰天平地之灵 绝绝一割 既兴修鸟 殊杀灰杀 燕魔狠闻 以往为后 无奈祖红魔狠 兵战的压力 燕鬼人修鸟 地命共鸟 尘尘压见到秋冬生意 神魔之间 尽力最后关门 既成百世战略 不仅一失与伤 最终在断焰西风冲动闯入 鬼人天下的救援 燕鬼人躲过冰命一刻 就在正道 已有所排布珠魔之势 连魔幻法也早在恋而眉入世前 排下计策 最熟悉的敌手 武学 弱点 以柳兰在心 剩下的胜负关键便是无法防范的变数 罪恶坑之战 瞒天过海的耀丹 烈而眉终究败于 燕魔汉拔的荒神斩下 死讯传回正道 变色的平衫 伯军近乘世在里 谈无欲 佛剑奔说 面临最可怕的死结 就算佛剑建议不退 财子建议和树主攻盾甲 光神一吼 仍是催山看月 生can议不退 !!! 骇楼主攻阶 祠子建议不变 第一次 老小兵战争 较效 董秘劫招 direito 您算谢惠子 马飞 死针 白帅 说 rol 十八 Lage 赌口汲 一步遞 一步攻击 两步攻击 我心裡會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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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欲 就算佛法到处连番上阵 仍是无法抵挡魔军的霸道实力 荒神一斩 斩碎平山 就在秦市一度全军覆没 风流啸天 万地一灭 御座最后反扑 无奈汉招再抢 仍旧无法制衡魔军 危急逼命之刻 两道救援气静 穿透魔军 迅速带走佛剑 谈无欲 此战 方战告终 而此战 已然成为魔军最高光之时 肉搏 刀斩 战绩无一不精 无一不神 不过魔军也因恋而眉身亡后 连串的抢弓动作 让素兰真得以继续看魔前置 让羽人与燕归人培养默契 在环宇奇藏的引导下 绍养谷中 连摩汉把对上羽人飞劲 燕归人 最用在两人的默契 依然分流化作刀戟 神刀断胸骨 圣己催魔星 堪魔中功臣 绍亚都贵平所天堂 关心讲庭 再来的刀神 与其说他是刀神 更该说他本身强的根神一样 拿剑剑神 持枪枪神 但他配刀 所以能够被收入这个系列的封顶人类 武军罗侯 过往罗侯是斩杀邪天玉武的英雄 十万人为了自己的后代 自愿牺牲 铸就火于天柱 削弱邪天玉武的功力 让罗侯得以斩杀邪神 解放邪天玉武暴政的罗侯 被人民尊称武军 成立天都 名声铸就罗侯英雄之名 每个英雄故事都有一个对应的魔王 但当魔王被消灭 不一定会有愉快的日后坛 更可能是惧怕力量的人民 贪然权力的臣子 将铸出英雄刀锋的声望 扭曲成暴君的暴行 承载故事的嫉妒刀 备注的面目全非 不坤都汹涌 有个只行物金兵金 那我就不凌云打喜名 云天斩心诀 是武军罗侯的代表绝学 祭都展开天幕 展出狼烟四起 燃血景象 哪怕烽火炎烧江山 日月无光 更展出武军传说 附身的武军 在踏月族地界 月时 一种月亮 揽上血色的现象 月族灭亡 一场月族 染上血色的绝望 罗侯第二次人生 就应万民期盼 展出暴君凶途 武军回归 天都再现 祭都刀威下 无敌不过 轻松血液 三方围城之战 罗侯不止不适修为 战绩 刀翼 更趋顶尖 双连再现混沌之力 白连旧伤爆发 混沌失衡瞬间 武军举起刀 武军挥下刀 晕天崭新 格展混沌莲花 你将我希望咯 现在 也要四行开刀 现在 也要烈焕开刀 在天空划出一刀 黄色鬼叫 呼吸天 要比这一刀 划出了等等的秘密 希望 出名秘密 吹离变厉大 吹离变厉大 快速穿尽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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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走在展开的道路上 祭都刀吉齐驱 又等齐驱的过 祭都展开道路 为了席力兄弟 君凤金的后人 君慢路 武军心战天刀 允天斩连之后 面对拦路青龙 允天戴斩 残名为香妙 断道 死允天远 悲青出级 不公其尚 开车手 兴飞 醒 暗祸其保 不蒸天 陈徒 小可 那金青鲁 三青鲁 等到回后 帝兜这手 崩盖 这一样 心里面应当 罗小将亿 往来都正要有几次变化 好 一岁的尖狗 可是有很地非常非常指教 尖狗的狄狗 这件罗小估计这道道 六百度 无不消 破心 为猛 尖狗三星斑 小将军 凌智人相冲力 射净飞化 尖狗 尖狗 君凤卿视名为罗侯的名刀中 那唯一替其留下一丝人性的助裁 那为了他的后人 挥刀开斩 又为了他的后人 收刀停战 有何不可 陪同君曼禄的祭奠之行 四大高手 三方围杀 依旧允天斩心绝 不依旧的是结果 假扮清香白脸的千叶传奇 偷袭君曼禄正名弱女子 让武军意外受制 也让武军以祭都所斩出的第二段人生 有了偿还第二段人生之初 斩灭月族 夜果的机会 君凤卿跨越千年的安排 一滴心头血 换得武军刀斩进处 能再以刀突破的机缘 月族遗孤的黄泉 继承武军之治的黄泉 终于等来了那最恨却最信赖的金色战袍 在君曼禄与风秀主人的引导下 不说回归本心 但至少不再拘腻过往的罗吼 再次提起嫉妒刀 允天斩心不再为暴夜而斩 而成刀突暗夜的烽火曙光 允天之招突破两界障壁 驻苏寒正入极境 第三段人生第二次斩天爵士 这份殊荣给了问天敌无戒主 不过问天为敌 但武军罗吼眼下 天 何能撑敌 眼见壮阔差距 注定十日枭雄 不过武军角色战火失海 抄红日枪空 躲将相交几万 不 一拍ろ 燕地故作 天祈祥 有力休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军罗豪最后一战 一条佛夜双身 同为不适魔神 同样吉渊加身 武军提刀 一斩邪佛霍根 最后一招 依旧是那熟悉血痕割破天幕 但在刀无极刻意放水下 武军意外败匪 这把欧丘下列 金冬桓入 蛇西车 两天登条 冠横端 抠出凶 冲击相空 三天外 冲心色 爆来不合 严重的毁灭 连击 不败无本 冲创回车 流行 攻击天正色 好 攻击天正 暴斗不击 好 力小如荣之将 要领不起这本的战略 将冲高阴 有这个地方 我将必须打无本战略 无息 罗小胸不给欢迎 不要继续领攻击 就一望 万千所尽 我将冲心刀 将冲投入出 冲刷之宫 犹如冲人的夏天一物 我将冲 也是斗不了夏天一物 老下做这些事 这冲我半天的故事 兄弟 也是由我来 和他基将 帅龙被以藏的不止是龙 还有一代小熊 他是明星铸就的神刀 却也被明星铸就魔刀 他曾展开英雄之路 却也展开暴君之徒 武军突破了自己 突破了过往 与其说他未能突破 邪天欲武的诅咒 不如说他始终唯一突破不了人心 他想信任的人太温柔 却失望的太彻底 过于温柔与风锐的刀锋 造就罗喉 我们永远的一难平 今天安排刀神名单 最让人不直觉想到的代表 金香白莲素环针 一代神人 自然能闻能物 能刀能剑 虽然素环针大多时间耍剑为主 哦是用剑为主 虽然素环针大多时间用剑为主 但他在掩饰身份时 也藏有以刀为物的化身 如最为代表的神秘女郎林笑月 辅助场便忠持了叶小猜 和剑军十二恨的战斗 面对魔狱 手中神刀 一连砍断当时武林 人人胆寒的五爆魂 同时为了日后魔魁之祸 林笑月便安排叶小猜 剑军接受三教主的训练 与狂刀一起成为三教传人 但其中的剑军 则是林笑月当时最耗费心神的对象 出出道的剑军 对于自身剑术极度高傲 因林笑月中断他的战事 剑军多次寻上林笑月 对于剑军十二恨的连番挑战 林笑月弯刀出鞘 便让剑军守长败祭 所以剑军能够成为儒教传人 真的得感谢肃寒真 当时武林对于林笑月 每个人都充满疑惑 尤其林笑月 能使出儒教的日光云影刀法 甚至还能不顾一切的教训金小开 抗衡卫擎天 最终回归本体 无后弯刀也用于对付幽灵剑后 素兰真就鲜少有用刀机会 直到霹雳奇象时期 同样是化身 因双球之主的陷害 素兰真身亡被封入水晶关中 期间素兰真以巨神灵体 融合一人三化 孤化出最后一位分体 墨渊水帘 参存着素兰真对夜少才安危的执着 一等场变手在火焰魔城入口 水帘的形象则是延续前面 有提到的神秘女郎 使用如无后弯刀的墨渊弯刀 配合属性为水的刀法 可使出入马影拳 水曼平原 怒潮千锋 穿渊水滑 身影刀流等高超刀法 其思想贯彻道家的上善落水 刚揉并济思想 温柔潮千锋 而关于素兰真本身用刀的描写 我只记得他曾著作非真刀法 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时有的狂龙八斩法 甚至还可以指点乱智狂刀 后来曾对付东营武士 模拟对方急穿流刀法 怒斩宇宙 天河怒流 然而以刀为主的剧情 早期是在霹雳艺术时期 素兰真短暂背过龙骨圣刀 不过针对龙骨圣刀的使用 反而是重制版的刀术艺术蝶龙之乱 让素兰真本身比较常使用 如对决明海龙铃 龙骨圣刀合以斜酒三清 圣刀转换三种形态 直至斩杀恶龙 但在本剧《2012天井饶风》时期 鹰海市出现的苍蚝刀 原因铸刀火猴有欠 致使刀身有缺 无法发挥全部能力 且身带刀萨 佩戴此刀者会伤其命火 所以苍蚝刀出其由命格相近的博塘 占为宝冠 素兰真会对付其一 这女花蜂寻得七重天火灵 重铸刀身 而此刀子龙之境 何以素兰真自身容器呼应 可呈天子战甲 保护素兰真 同时可展开进入中英界的通道 与中英界 素兰真首限其不凡刀意 起 lasts之后 小狭营 Management 今次刀师利亚 今次刀 ממ� 一行猛六 一行东楼三 高秋甘 巨人目 一行深奴 cenic Dées 不得小看 temperature 空不得其 asylum 宝刀 mi si 没 对 此龍戰甲也成為蘇蘭真開啟戰鬥模式的造型 曾在化身扣因子時 對上一天大魔 龍靈護體 殘櫃神刀 硬看一天霸戰 在烘亭劍海陸時期 面對天江侵犯 雖然真一臉休閒心態 刀法尚可知賢者 在此神刀 欲斷木神侵略 同時 蘇蘭真也靠蒼爾特殊之處 試探木天九哥 玄解離世 無法不俗 心臉高分強度 力量高的力 好是不良使用刀法最好的收穫囉 正式順便 合夾散散 用在刀剑強硬感 化作出十四刀剑影 好 正的如貴如虎 南風雄哈 好 重力突刺 好 温焦一角 無緩衝殺人 降入西燈地面就好 好 温焦拆车 蘇蕃鑽 崇蕃鑽 崇蕃鑽 高水倒入 文武雄 又不讓幾風 相風搞定 崇蕃鑽 不斷修的東西 温焦拆 蘇蕃鑽 其實在劇情中 對於蘇蕃鑽的用刀描述並不多 大多皆是劇情所需 才會有關於用刀的機會 只是給予蘇蕃鑽所使用的刀器 通常是以大刀為主 也意外跟蘇蕃鑽平常用劍的形象有所差別 接下來這段應該是很多觀眾會聽得很痛苦 這是蓋文最害怕念的字 代表赤字一字的鬼方赤命 作為今天霸刀人選中 比較不救的一位 戰績不低於前面的銷熟魔頭 鬼方赤命為創神篇時期 六王開天最有戰力且最具戰績的一位 一身赤紅 增強後勝 腦後牽著一張仇人面皮 充滿陰森恐怖的氣息 初次侵略行動 便讓當時劍界勝地 潤劍海傷亡慘重 疯了 疯了 無心奴 除bin 什麼 疯了 道神 疯了 疯了 해�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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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勾安 技衣切流漂涕 红纯陷阱 英雄秦翁 世代沦翁 哈哈哈哈哈哈 不足力力 好 刀尾皇者霸犬 但失了七元信物 也让致命无法完全统一红面编程 为了建立身旺 攻击及恐惧 在大破论剑海后的赤命 施以威逼手段 捉拿苦境仁直 威胁十位正道中流砥柱 归降红冕边城 然而在苏安甄的投降下 红冕边城成为台面上 最大的反派势力 只是赤命的我行我素 已让炎王险王产生反感 就算心知肚明彼此立场 鬼方赤命 仍旧无所畏惧 毫不犹豫的展开下一波攻击 攻往天佛元香 准备一局扫瓶苦境 如是道三角势力 白沙苏苑也面临 连串的逼命之战 十四起中多路 一切三角 上次高峰 我们将冠雪天 再对鬼方赤命 进步 好刺 调动犯 逆动镜 载捕 就是鞋鞋骉咋力 低迷 maps 狗门晕 涂秦有 Curtiz 顺族 青豆花旗 人贵ились frå 浪二十 流程 這首龍 天佛威力大小 超人普通的位12 無限早前 暗中都已經破滴了一尺 我們用冰龍高兵 都跟這尺 要為只有殺死生天 前方前一身攻略 前一根凶 突然改变無料爆凶 始末 回復了 突然攻撃不動 自動身影著休止反省 不不避兇 自殺人 不斷拍 生存力 吹命在当时的剧情真的是完全的武力天花板 双兽就算进入中英界 仍旧不敌吹命强悍实力 只是六王开天原是苦境最危急的时刻 却因六王之间的隔阂导致原本势如破竹的攻势逐渐缓下脚步 剧情也在这时候慢慢揭露赤命背后的秘密 当年赤命因避风准嫉妒 几乡被判与陷害 让本世知己的两人走向极端 赤命受其陷害被国家判以往海陷刑 在亡命之刻赤命得深海祖祭之助得以重生 对外与治下赤命可以说是相当无情 藏在凶狠面貌下 他更明白这些人能够出生入死 机缘同志的珍贵 同梦的身亡让赤命愤恨 听从素婉珍的安排 将封准安插在阎王身边 四季要阎王付出代价 最终阎王能就败于天命 亡于菩提长起之下 在阎王败亡后 武林局势也转向十日故乡 怪犯妖士 即兼卫报深海祖祭之恩 赤命协防经欧天朝 早上叛神级一续前战 深海祖祭付出后 鬼方赤命也因恩亲以报 和深海祖祭分道扬镳 但身旁伙伴一一死散 即便潇洒如鬼方赤命 晋升帝王之路的孤独 被意识趁虚而入 勾起鬼方赤命 内心最深的黑暗 受罪念起化 最终在狭臂波罗 和鬼方赤命决战 胡提长祭 集出赤命身上的意识经缘 鬼方赤命叱咤天下 枭雄之路 自此战告断落 其后九人天 幽都之乱 赤命协助昔日朋友 对抗幽都 其霸道武学 让幽都忌惮 还不连串计划 设局杀害致命 真正会用 你抢我 永远都抢我 只要你再 我现在就自己 成的灯来吹 你 我 我 白插不了我 英雄 成功 成功 你 这点真正豐富优平胜 鬼帮赤命 征战苦尽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因曾遭受背叛 造就关闭自用的个性 因此内外树敌众多 虽自诩无所畏惧 却难以完全挣脱情感束缚 赤命一生都在战场上 斗了一生 手中能握住的 远远不及失去的 赤红的戏台 如同他人生的写照 演出轰轰烈烈 起起伏伏 到头来 不过能去楼空 举重而人散 而今天刀神特辑霸刀片 其实原本有安排七位角色 但因为影片长度 后续会透过其他刀神特辑 让今天没入榜的霸刀入榜 而下一次刀神特辑 我们也将精选那些超人气 呼声最高的刀神 有哪些角色 是你心目中的刀神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而先前也推出过刀神 剑神相关的内容 也欢迎点开来看哦 而影片的最后 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频道的话 现在也可以通过资讯栏的网址 加入会员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gevin 大家拜拜 关闭影片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了吗 另外跟大家提醒 我们的podcast 已经挪到 听你在那边盖的频道了哦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系闲聊的podcast 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呈现哦 我们会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的频道订阅起来 如果想懂那也一起赞助我们的朋友 也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我是盖文的频道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gevin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